这是今年2月境外一家科研机构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 文中任意虚构夸大称 上海海岸线的垃圾密度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10倍 而文章援引的数据材料来自于我国一家环保组织编写的研究报告 报告声称 我国海洋垃圾数量密度为111万0148个每平方公里 重量密度为24503千克每平方公里 分别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科学监测结果的20倍和8倍 这与事实严重不符 这家环保组织是在2007年成立的一家 以海洋垃圾清理 监测和研究为主的工艺组织 2014年开始 该组织持续接受20余家境外机构的资助 通过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近百个监测点 形成并发布中国海洋垃圾地图和研究报告 除收集垃圾数据 监测海洋环境以外 还大量搜集监测点睛纬度 风速风向 水温水深 海滩坡度等海洋数据 并通过网盘大量传向境外 此外 该组织设立的多个垃圾监测点 毗邻我重要军事目标 这些监测点中 离我重要军事目标最近的直线距离近700米 22个监测点 紧领我舰艇进出港航道和军事禁区 可全天候全海况观测军港军舰活动情况 给安全保密工作构成了极大挑战 这些监测点 监测范围广 可以收集大量数据 如加以分析 将直接威胁我海上兵力行动安全 今年6月 在国家安全部指挥下 全国国家安全机关统一行动 根据反间谍法及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依法取缔了22个敏感监测点 并对该组织依法做出行政处罚 责令其全面整改涉外项目 消除不良影响 不得再从事上述活动 危害国防安全的案例不止一起 部分境外公司在与国内企业合作时 还明确要求国内企业提供本公司AIS基站布局清单 他们从中选取设立在山东 浙江 广东等 八个重要港口及岛礁的基站 每年专门付费指定购买这些基站的原始数据 部分陆基基站设置在我重要军港及民港地区 基站信号搜索范围覆盖我重点要害军事部位 具备收集我舰船航行动态信息的能力 如实时向境外提供 可为境外军事及情报部门研究我军舰航行轨迹 分析海军军事部署及活动轨连 造成我军事情报外泄 严重危害我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 近年以来 一些境外的敌对势力和一些间谍机构 他们在一直觊觎着我们一些行业 企业的一些基础数据 他们利用一些非政府组织 自媒体什么航空航海和无线电爱好者 不断的在捕捉和收集我们的一些基础数据 境外这些间谍机构 他们把这些信息 一些零碎的信息 碎片化的信息 它进行综合的分析 然后进行整理 得出我们经济运行 国防安全的重大的判断 这将极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全 今年4月 国家安全部出台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规定专门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相关责任 要求采取反间谍技术安全防范措施 保障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 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 今年9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实施 明确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等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 同时还对重要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于规范数据处理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际斗争行使的日益尖锐 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也就是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 还要关注非传统安全 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数据安全是一个新的领域 一个新的战场 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